大家好,我是Frank 今天想要聊聊咱们的右边邻居日本 从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 日本就一直想要谋求 躋身世界强国之列 但是万万没想到 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改革、战争、发展之后 最受普通日本民众感恩和爱戴的 既不是维新大佬伊藤博文 也不是金银之神道圣和夫 而是一个外来的屠夫 美国人麦克阿瑟 1941年12月7日 日本联合舰队夜袭珍珠港 把隔岸关火的美国人强行脱下了水 此时远在菲律宾的 美国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 丝毫没有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 仅仅一个月后 日军就血洗了东南亚 急风骤雨般的占领了 菲律宾的首都马尼拉 而兵败如山倒的麦克阿瑟 却选择独自逃往了澳大利亚 被留下来殿后的副手 及13万美军全部被俘 其中有超过9000人 最终惨遭杀害 日本和麦克阿瑟的两子 算是彻底结下了 所以当日后美军内部 讨论要不要对日本使用原子弹时 麦克阿瑟毫不犹豫的 投下了赞成票 1945年8月6日 美军在广岛投下了第一枚原子弹 三天后 美军在长期投下了第二枚原子弹 1945年8月10日 昭和天皇御人 紧急召开御前会议 试图通过驻瑞士公使加赖俊一 向中苏美英四国提出 保留国体的投降方案 所谓的保留国体 就是保留日本的天皇制度 既要求不得追求昭和天皇御人的战争责任 还得保留天皇的世袭制度 使得日本的无条件投降 变成了有条件投降 这显然违反了波斯坦公告中 有关日本必须无条件投降的条款 针对战后存在的一系列问题 中苏美英 联合澳大利亚 加拿大 法国 荷兰 印度 菲律宾 新西兰等国 共同组建了远东委员会 8月13日 委员会明确提出 不能免除包括日本天皇在内的 日本任何个体和团体的侵略和战争犯罪责任 在硬实力面前一切条件都免谈 摆在日本面前的只剩下了无条件投降这一条路 但是 开了天眼的我们都知道 日本的天皇并没有受到追究 天皇的世袭制度也没有遭到废除 问题来了 作为战败国的日本 究竟是如何从无条件投降变成了有条件投降 并最终洗白的呢 针对战后日本的清算问题 原本在最初期是有一套中苏美英的四国占领方案的 但最终还是被拳头最硬的美国无形推翻 变成了由美国独自管辖日本 在美国的内部也充斥了不少不同的声音 以美国国务卿伯恩斯为首的鹰派 是坚决不接受日本的有条件投降的 但当时日本的陆军和海军尚未完全解除武装 仅关东平原就驻扎着22个陆军士团 至少集结有30万的兵力 以美国陆军部长和海军部长为首的鸽派 担心再生事端 坚决同意日方提出的豁免天皇的投降条件 最终美方高层内部通过了天皇 以及日本国政府的统治权 在盟军最高司令官的限制下行驶 并且同步主导了远东委员会 在东京审判前夕通过了该方案 即战胜国阵营将不会起诉天皇 更离谱的是 种种的战争罪行被简化为了侵略 731、大屠杀、威安妇等反人道主义的罪行都被忽略了 而昭和天皇御人则成了被蒙在鼓里的受害者 前内阁总理大臣东条英姬 被认定为是犯下滔天罪行的第一责任人 不得不说 同样是战败国 被秋后算账的日本真的是要比德国好命太多了 德国人投降后要被送去关押 而日本的战俘却可以直接回家 德国投降后不被允许自治 而日本却可以继续由日本人治理 甚至只要建立起了崇尚和平的政府 盟军就得乖乖离开 德国直到2010年才赔完凡尔赛合约规定的所有赔款 而日本压根就没被以美英为首的西方大国追责 放眼亚洲也仅仅只是和缅甸、菲律宾、印尼等国签订过正式的赔偿协定 1945年8月15日 日本昭和天皇御人向全国宣读了中战诏书 全体日本公民首次通过御营放送听到了天皇的声音 原来天皇讲话也会像普通人那样结结巴巴 而就在同一天 迈克阿瑟被杜鲁门总统任命为盟军驻日最高司令官 正是加冕成为了日本的太上皇 8月30日迈克阿瑟带着4000美军降落在了日本东京 再前往横冰指挥部的道路两侧 3万多名全副武装、鹤枪实弹的日本士兵夹到护送 全程背对着迈克阿瑟 一旦有任何一个人起了歹念擦枪走火 世界的历史都将被改写 而证实这段历史 让迈克阿瑟意识到了天皇的重要性 美军要让在日本实现对8000万日本民众的彻底统治 就必须得留下天皇这个傀儡木偶 此时一个邪天子以令不成的大胆想法 开始在迈克阿瑟的脑中悄然酝酿 1945年9月2日 日本东京湾 上午八时正 盟军陆海军高级军官依次登舰 上午八时43分 盟军最高司令官迈克阿瑟登舰 并升陆军五星上将旗 和大部分的小说一样 主角总是最后一个登场 整个投降书签署仪式 俨然成了迈克阿瑟一个人的登机秀场 9月上旬迈克阿瑟又把自己的指挥部 从横滨挪到了东京 地址就选在了日本皇宫隔壁的第一生命大厦 不会别的 就是要用这种方式 把自己塑造成至高无上的太上皇 时任内阁总理大臣吉田茂 敏锐地洞察到了大领导的意思 火速与内大臣幕户信仪一道 商讨安排天皇参见太上皇的相关事宜 9月27日在目户信仪的陪同下 超和天皇玉仁 没带任何护卫和随从 赤身前往了美国大使馆 身材魁梧身着变装的迈克阿瑟 正叼着烟在门口等着他 双方的第一次会面只进行了38分钟 最核心的内容就是迈克阿瑟亲口告诉了玉仁 美方将会力排众议 不再追究天皇犯下的战争罪行 第二天 全日本报纸的头版头条 都争相报道了天皇拜见太上皇的盛况 照片上勾搂着身子的小老头正是玉仁 比旁边的迈克阿瑟矮了整整一个多头 像极了被手拿拔钻的玩具 在此后迈克阿瑟统治日本的2000多天时间里 他也没少拿玉仁开算 比如东京审判的开庭日子 就特意选在了玉仁的生日 4月29日 以及假期战犯被执行绞刑的日子 也特意选在了当时的皇太子 也就是未来的平成天皇名人的生日 12月23日 非常遗憾的是 东京审判不但饶了天皇一命 甚至完全没有提及他的哪怕一条战争罪行 这一件年导致了未来日本的主流意志长期又轻化 也为后续日本国民的历史正式问题埋下了祸根 更可惜的是 就在7名假期战犯被执行完绞刑的第二天 另外的19名假期战犯被立即释放 他们中的很多人之后都相继走上了政坛 并身居要职 不少人终身都致力于修宪 企图复活军国主义 其中就包括安倍晋三的父亲 岸信介 1946年 英国首相丘吉尔在美国发表了著名的 反对苏联反对共产主义的铁木言说 随着美苏两大阵营冷战冲突的升级 朝鲜半岛被划上了三八线 两则中间被建起了柏林墙 为了避免被共产主义渗透 美国的对日政策也发生了180度的巨变 从最初的瓦解日本到保护日本 再到最后的全面转向了扶植日本 为了巩固美国的间接统治 麦克阿瑟强在远东委员会之前 主导了日本的修宪 第一条就明文规定了 天皇是国家的元首且皇位是习 另外他还帮助日本脱罪 将日本的侵略行径 煤化成了由于国内资源匮乏而发动的 救国保民的无奈之举 1951年 美日双方更是签订了旧金山合约 两国从合约签订之日起 绑交正常化 所有战犯全部免于刑事起诉 日本的参众两院 甚至可以在不经过美方同意的前提下 直接通过关于释放和赦免战犯的决议 求援和裁判彻底一伙了属于是 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 日本变成了美军在前线重要的军事基地 和物资补给战 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 从日本采购了大量的物资 为战后日本的经济腾飞贡献了大量的原始积累 而作为联合国军总指挥官的麦克阿瑟 早就在美国的对亚政策中 给日本调整了新的角色 第二年 他就开始着手支持日本恢复重新武装 日本政府在12.5万警察队伍的基础上 又额外获批 组建了由7.5万人组成的国家警察预备队 以及由8000人组成的海上警备队 但是这显然违反了由麦克阿瑟亲自主导的日本宪法精神 根据日本宪法第九条规定 日本国民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战争 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 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 为了彻底扫清日本重新武装的障碍 麦克阿瑟创造性的提出了未否定自卫权的概念 这才有了现在日益壮大军费高居世界第五的日本自卫队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 喜欢的别忘了点赞关注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了 各位拜拜